小指有的人觉得它不能滚柔 其实我觉得小指不仅能滚柔 而且你必须要学会 因为滚柔的这个声音和鸭柔声音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用鸭柔 你会听见这个声音在这里不太协调 远远不如滚柔好听 那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错觉 觉得小指不可以滚柔呢 因为滚柔需要小指能够很稳稳的站在这 站稳了你才能摇晃 如果你这个手指本身 因为它小指天身比较弱 本身站的不好 你可能揉不了几下 晃不了几下 这个手指就垮掉了 所以你觉得可能它就是不可以滚柔的 我觉得这个技巧 你一定要在强调按指稳定的基础上 再去学习 因为看起来按弦稳定有力 和柔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其实你没有按弦稳定这个基础 你去练习柔弦是事倍功半的 我可以滚柔弦 我可以滚柔弦 我可以滚柔弦